欢迎回来Focus全球新闻 我们继续带你来看 您一定听过美国女作家海伦凯勒的故事 她在19个月大的时候 因病失去了视力跟听力 成了一位听力视觉障碍者 南韩最近推出了首部以盲龙人为题材的电影 找来了太阳的后裔 实力派男星敬酒单纲主演 讲述一事无成的大叔 与盲龙小女孩结缘的故事 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对于盲龙人士的关注 因为南韩至今没有为视听双重障碍者 设立相关的专法 让这群看不见也听不到的盲龙人 长期身处在困境之中 同事意外过世 再直来到家中探访 面对陌生大叔突然闯入 小女孩恩惠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再直尝试发出声响 挥舞着双手想引起注意 但没想到恩惠还是无动于衷 直到嗅到不寻常的气味 观察着小女孩的一举一动 再直发现她只对嗅觉 味觉和触觉做出反应 喜欢吃面包美食 通常以绣纹抚摸探索世界 再直充当起临时爸爸 带着恩惠下乡找亲人 嫌少踏出家门的恩惠 对大自然充满好奇 春天的微风轻浮脸庞 代替着妈妈的安慰 夏天的阵雨点滴在身上 像是多了个玩伴 为了能够好好与恩惠交流 再直决定到特教班寻求帮助 视觉障碍班以声音作为沟通媒介 但恩惠不仅看不见也听不到 转而来到听觉障碍班 老师却是以手语辅助教学 恩惠全程状况外 再直连忙把人带出课堂 恩惠是同时失明和失聪的忙龙儿童 无奈难含法定十五大残疾分类 并没有视听障碍这一项 只能够分别接受视障和听障教育 但事实是根本毫无注意 忙龙人必须透过触摸和其他感官 辨认动作来接收讯息 大多是靠触觉手语与外界沟通 触觉手语不看不听不说 而是以指尖交流 南韩2019年通过 生长人士扶植法修正案 追加为视听障碍者提供相关援助 但只是背水车心 因为依旧缺乏专法 使这一群海伦凯乐们始终无法被归类 由于没有登记资料 全韩实际视听障碍人数 目前也只能粗估五千到一万名 更别说是教育或是福利措施 南韩民间机构调查 当中至少有三成视听障碍者 没能接受教育 无法与外界接触 南韩社府团体成立唯一为忙龙人 提供触觉教育的海伦凯乐中心 南韩首部以视听障碍者为题材的电影 也因此获得关注 导演希望借此提高社会对忙龙人的理解与认识 进一步促成设立海伦凯乐专法 让看不到也听不见的盲龙人 有冲出黑暗 打破宁静 与世界沟通的机会 TVBS新闻 状况报道